《枪枪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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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引起了当地人的一些骚动 就是说城管 现在网上就开始骂这个城管 当然当地政府就说 这个事情的真相还在调查之中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但是已经有网友把一些老电影 徐老师你知道这是什么老电影吗 这叫什么名来着 我都忘了 不知道 就是后边的这个坏分子 拿着蹭托 这是中国网友找到的 在中国荧幕上曾经出现过 蹭托 但是那个时候 地腹反怀右啊 是用蹭托打砸革命战士 你有没有发现 地腹反怀右眼睛跟你现在眼睛 对 这个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我们复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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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知道 真是 我早复辟了 而且你知道 就是说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说法啊 现在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微博 现在微博真的成为一个弱势的武器 对吧 好 但是瓜农女儿最新的消息是 她又是弄了一个 把她原来的微博又撤掉 因为她的微博曾经发过 就感谢党 感谢政府 我们这个事啊 我爹这事处理的挺好 就 但是呢 她后来呢 她又在另一个地方注册了一个微博 说那不是我 说是我爹都给打死了 还让 还有人编造 我要感谢党 感谢政府的这个什么微博 这不是流氓吗 就是这个这个女儿说的 后来有人说了 说那个感谢党 感谢政府 那个微博 上有你拿着身份证的照片 然后她女儿说 是啊 是有人拍这个照片啊 我怎么知道拍这个照片 干什么 有人拉着我 就说要拍 拿身份证 拍照片 这要处理你爹的这个事吗 她说那我怎么知道 最后这照片成了我微博上的 那当然咱也不知道 谁篡改 那个那个被枪毙的 叫曾 曾什么 就是说没有临死 没有见到家属的那个事情 曾什么结 结果不是 后来她女儿 还在微博上 感谢法院 向法院道歉 挺诡异 结果呢 结果人家就搞不清楚 人家说说你没见到你的父亲 这个不是损害了基本人权吗 他为什么还出来感谢 后来据说后来他补充说 因为他害怕他家里还有人 还关在里面 他怕他们会 因为中国人呢 别的 说实在话 中国人现在做事情 那个下一个世界 天堂地狱都不怕 怕是吧 中国从古自己怕 九族啊 怕家人 很多现在的案件 之所以你有看不懂的事情 都跟家人有关 有很多人觉得 我自己算了 但我不能联系到我的家人 所以你看他那很诡异的微博子 他你说他 大家都在同情他 他还跑出来感谢 还致歉 还道歉 给法院添了麻烦 真对不起 不过这种事情 最近已经挺常见了 最近已经两三年都这样子 就太多事情都是一个 微博上大家同情的人 忽然之间自己翻功 然后忽然说起很奇怪的话 忽然不晓得在哪 又冒出来说 那个微博原来不是他开的 这种事情已经很常见了 同样很常见的呢 就是这些 你说到像刮农这个事情 到底最后会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也就不怎么解决了 因为坦白讲 比如说现在我们最后知道的消息 就是地方政府部门 一边跟人说调查 但是以我所知 到今天为止 这个检察院 地方检察部门 还没有正式开始行动 但是另一边的部门 已经要求 要把这个刮农呢 尽快下账 要入土为安 那么本来家属 或者很多外间的声音 说要留着这个尸体 要验尸嘛 因为看看是不是 衬托打死嘛 那些地方部门就勒令说 如果再晚下账 晚一天罚十万人民币嘛 那么闹到最后 大家很愤怒 然后呢 然后也就不怎么样了 你记不记得几个月前 延安不是有一对 城管夫妇打人吗 要说是踩着 是不是 有一个踩着脑袋的给啊 对啊 那个又怎么样呢 也没怎么样了 我们这种城管打人 警察打人 或者前阵子不是有个官员 还说这个警察不打人 养着他干什么 对不对 那是个湖南的关 是吧 给拍下来了嘛 那么像这些事情 其实每个月都在发生 然后每个月 大家都愤怒一遍 然后都说一遍 然后都说这个事情要追究 然后这些微博的争议闹一轮 然后但是到了最后 要不然就是出现刚才说的情况 这个微博博主改口 要不然就整个讨论不见了 删掉了 然后要不然就没下文了 这个舆情控制的工作人员呢 说呢 最幸运的就是网络的新闻呢 来得快 你知道他不断的会有什么地震了 灾害了 李某某的案件了 什么美媒的 什么最新的照片了等等 就不断的把大家转移 第二呢 亏得国人的记性差 国人健忘 咱国人最新的东西快 很快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过几天 大家就把它忘了 再说提起来 就好像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 其实 常常法院排期要排很远嘛 这很多事情 而我们的媒体也忘得快 我不知道是被忘 还是真忘 但是总是快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说 所以形成这样子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舆情控制又有很大的难度 为什么呢 就是事情虽然被忘了 同样的事情又出现 你像城管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了 这已经不是少数的事情 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事情 如果 它的确某件个案 是可以被遗忘 是可以被消失掉 被删掉 那这个个案 这样子化解掉之后 原来相关部门 感觉到的压力就不见了 就舒服了他们 但是这个东西呢 到了最后 整体形成的压力 却会压在整个国家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的确老百姓很散望 媒体也很散望 但是你会注意到 微博上面 每次出这些事的时候 有些网民言论是很激烈的 而那些网民 这种网民人数 而且不再少 常说这个社会太黑了 这个管怎么样 一骂就是总体性的骂 这个国家怎么样 这个官怎么样 政府怎么样 现在问题来了 它这个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因为一件一件这样的事 个别事件 你叫它说说看 你说说看 什么事就那么黑了 它一下子说想不起来 反正很多事 有微博引来 就年年每个月 月月都有很多事 是什么事呢 它忘了 但是这些东西 加肿那个印象 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沉重 而这样的一个压力 最后是压在整个国家身上 但施政者呢 有两套不同的思路 一种呢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样 思路 就是很有责任感 他觉得个案 如果不处理的话 会积累到大家 对就是民心的问题 对制度的不信任感 这是中央政府 才会考虑的事 但是另外一个思路 它是这样想 你要解决具体的事情 你就会牵涉到具体的人 你别小看一个县 县会接到到省 省会牵涉到中央 最后都有县 还有一个企业 还有你假如说城管的话 它牵涉到全国的一个系统 难度非常大 触及利益 比触及灵魂要难 所以呢 不能动具体的 而抽象骂 他反而不怕 为什么 他有一套理论依据 骂过了 情绪宣泄了 有助于维稳 你知道 我看过一个英国人的 一个理论 他就是说 中国目前 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 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但中国的老百姓 至少在目前看 还支持这个 他讲了六个原因 比方说经济增长啦 比方说 没有反对党啦 比方说 大家怕乱啦 等等等等 但其中我印象 最深的第六条 他认为中国的 民众的宣泄渠道 一步一步在增加 就是说这个宣泄 他说虽然这些宣泄 不解决问题 只是宣泄 但是有这个宣泄 就好像有那样气啊 屁一屁一屁 常常给你出一点 最后就不会酿成什么特别的 这个思路呢 就造成了你刚才讲的 这个具体现象不碰 总体的牢骚 你去发吧 没关系 而且啊 他不光是宣泄 他这个宣泄啊 达到一个境界 最后呢 往往变成了这个欢乐 对 就娱乐 所以我一直记得是 李泽厚还是谁 我忘了说过 就说是这个中国中华民族 是个喜感民族 比如相比之下 说日本民族 就是个悲感的民族 说中华民族弄来弄去啊 李泽厚想说是乐感 乐感 最后弄来弄去啊 就叫嬉笑怒骂 你知道吗 到最后 不管是多么悲伤的事 你看 就有人找那个老电影 地步法会又拿称托 对吧 你说他叫讽刺 对吧 也是讽刺 黑色幽默 红色幽默 都能讲 你包括现在就关于城管 我给你们听一首 这个网络上的歌曲 也反映咱们这种娱乐精神 你看看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 开着公车 上厨去转转 带上发弹 带上针尖 拎着血管 到街上看看 小饭们准备了 集合好演 地平门张罗了 一桌好饭 收来的罚款 让领导叔叔 大人的事情 和领导谈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